好 抗多多的黄色小鸭 被影船人带进高雄港 蓝色大海搭配蓝天 黄色小鸭摇摇晃晃 超级醒目 吸引所有人捕捉这一刻 睽違十年 黄色小鸭回来了 就在爱河湾畔 18米的小鸭 一路慢慢往前游 黄色小鸭重磅回归 不同于十年前 这回一次来两只 就很猛 很可爱 对 所以现在十年后 我女儿要上台当小鸭了 所以很早来 想说要从哪里这样看 睡不着 是不是 对 一直穿着要来 你不要玩 头上戴着小鸭帽子 小朋友超级期待 家长趁早出发卡位 爱河湾周边就连行人号制灯 都变成小鸭同款 小绿人化身成黄色小鸭 提醒民众 要顾好你的鸭碎前 前面的路该怎么走 很新鲜 我以前不一样 从彰化 从彰化来 对 为什么会想要装成袍袍 因为十年前 有带姐姐来看过黄色小鸭 对 想说隔了十年 再来看一次 头一次看到小绿人变成小鸭 让游客停红灯不会那么无聊 周边饭店也狂抢商机 推出整桌小鸭甜品下午茶套餐 萌萌的小鸭造型 蛋糕 饼干 马卡龙 从视觉到味觉一次包办 我们可以算是赏小鸭第一排了 饭店整栋外墙也打散 让黄色小鸭投影 弥漫超萌氛围 饭店餐点也有惊喜 打开蒸笼就是小鸭包子 因为黄色小鸭业者摩拳擦掌 2013年黄色小鸭带动390万人潮 创造10亿观光产值 这回黄色小鸭两只一起来 希望商机人潮也加倍吸过来 再掀起一波小鸭旋风 记者蔡武言 宋贝成 林志慧 高雄某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